厚脑手啊 已经痛了一会儿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一个飞铁这样斜着飞 这样斜着飞 不是 斜着壮 好像一个东西沿着出去 沿着出去的地方 是在那个岛的 在这个 第一个岛和第二个岛 在升到第一个岛的下面 升到第一个岛的下面 它在旋转 鞋转好像它在插一根棒棒 它在插一根棒棒 往里面插 插一根棒棒在里面插 插进去一个 然后就把它拉出来了 插进去的时候是一个颅纹的 插进去的是一个颅纹的 拉出来就 起样 起样的时候就在这个颅纹的界格中间 根据那个挖下去 起出来的样 就知道那个地下有什么变化 来采样一个地下有什么变化 那个外星飞机又知道 那个地下有什么变化 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 像地球人差不多了 他们我们为什么说地球人差不多呢 它已经生活在地球上 基本上是扎开在地球上 为这个岛服务 为这个岛服务 也就是说将来这个岛 这是它们的活动基地 当然也引起一部分人到那个岛上去生活 但是它们也为自己的生活 要布置 参数 所以它也知道地下 地下 地下那个岛下面 这个海下面 到底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 要看一下里面的成本之类的 到岩石下面 要到岩石下面看一下 到底有什么成本之类的变化 要知道那些成本的变化 要知道那些成本的变化 这样它知道如何开发利用地球 如何开发利用地球 然后它带领这个地球再向前发展 好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 知道了 他们在干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他们 基本上不像以前 只是说来帮帮地球之类的 以后就长住在地球了 这有一批人呢 长住在地球 长住在地球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